小玉 娘吃药了 小玉 娘有话跟你说 娘 有什么话娘说也是一样的 娘大病出狱 该多休闲 小玉 不碍事 娘 今儿个 你对叫红小姐的态度 娘看了都难过 她肯定更伤心 孩儿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我问心无愧 并无内疚 交红小姐的想法 会跟你一样啊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交红小姐好 她怎么样想 我过不了 怎么个好法 说给娘听听 娘 你觉得好的 娘一定不会觉得坏 说给娘听听 怎么个好法 娘 说 说 你拒绝了季公子 那就表示你接受方羽小哥 对不对 如果你也拒绝 如果你也拒绝 你拒绝了季公子 抢迎欢笑的离去 少少 方羽小哥也即将如此 我就难过 我希望她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我不要她跟着我 吃苦 受累 飘飘荡荡的 其实她一点都不了解我 还自以为是的为我设想 她 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公未成 名未旧 谈什么儿女情场 国仇 家幼 到头来还不是连累了她 别去时候 她尽心尽力地帮我 没有当我是个包袱 那我还怕什么连累呢 她这样想我 我心里面很难过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 我当然会争取她 无论情况再怎么糟 总比两个人分开好啊 倘若 我能够跟她在一起 粗茶淡饭我也愿意 招红会明白我的 难道 她不明白我的心吗 这方羽老弟到底怎么回事 这季公子她已经走了 她怎么到现在还不出现 她在搞什么兵呢 怕 怕 可能还不知道 季公子已经离开泉州了 等麻烦了这阵子 我去找她 她听到了 不知道有多欢喜呢 对 对对对 叫你们多事吗 她不来就不来嘛 我自己也可以过活 我才不稀罕呢 摁 differ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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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公子走了 Ciao 什么时候走的 大前天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走呢 难道是焦红小姐她 小姐已经拒绝了 虽然季公子强颜欢笑 但是我看得出来 她是很伤心的 她为什么要拒绝季公子呢 她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因为我们家小姐喜欢的是你 怎么 你一点都不明白 香儿 我还以为你比咱们聪明 原来你也是个蠢蛋 她拒绝了季公子 也不见得说就会倾心于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啊 是自卑 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们家小姐 香儿 有一天晚上 小姐跟我说了很多话 我才真正的了解她 自始自终 心里都只有你一个人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要不然我干什么要来找你啊 要是给小姐知道 少不了又一顿骂 这几天啊 你都没有上食堂去 又要把小姐推给季公子 小姐口里不说 心里是又伤心又气呢 都要不理你了 哎呀 你就快去跟小姐说说嘛 要不然啊 小姐性子一发 那可是比你还尿呢 我现在去 会不会 会不会活上加油 也许 也许小姐不想见我 我不去 说你这个人不通气 还真是没有冤枉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姑娘家骂 秋香姑娘骂得对 这个呆头额 就是开不了窍 是该骂 娘 赶紧去看看焦红小姐去 把你心里的话告诉她 娘 秋香姑娘 这个愣头巾啊 万一倒了那儿 又傻了 你可得帮帮她呀 别让她呆到底了 是 夫人 方月哥 我们这就走啊 走啦 快点啦 走啦 别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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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些人不知道怎么的 上头下血 硬栽赃给咱们大众食堂 还要拿狗包 本来都是你们嘛 赵不许 你来得正好 咱们男人有话可以聊 我跟这姑娘啊 是半句也聊不开呀 好的 老哥 有话好说 好 我告诉你啊 我们大伙呢 在你们这儿用了饭跟菜 拉肚子了 你说 该怎么办啊 对啊 对啊 拉肚子了 怎么办呢 这怎么可能嘛 这恐怕是个误会吧 误会 拉的快拉死人还误会呢 对啊 怎么可能误会 拉肚子 诸位 诸位请息怒 咱们大众食堂开幕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我庄方宇 宇各位也都是旧事 我是什么样的为人 大家也都很清楚 应该是我负责的 我绝对不会逃避 可是这件事 一定要查清楚啊 都拉成这样子 还不清楚嘛 对啊 这样子还不够清楚 你们一定要负责啊 你要怎么办嘛 对对对 下 我们的伙房 欢迎参观 咱们大众食堂的宗旨 是干净第一 挣钱第二 绝不会本末导致的 哎呀 有可能吧 火房那儿没问题了 可是 你们其他伙房大概有问题啊 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子 红衣有问题啊 火肤肯定有问题啊 你说的是 你们用一个病患来当火肤 所有的菜啊 都经过他的手里 洗呀煮的 再弄给咱们大伙吃 都拉肚子了 不找他找谁啊 对啊 不找他找谁啊 你得出来 可是 他的病已经治好了 是不会传染的 要不然 我们怎么会没事呢 对对对啊 对啊 我们也有事的 都是没事的 怎么会有事的 对啊 你们大家没事了 可是大伙 在你们家吃了东西以后 都拉肚子 这是事实啊 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不给我们交代啊 我们今天就没完没了 对对 没完没了 没有不好吃 没完没了 好 你们想怎么样 你们想怎么样 你们把大众食堂给关了 然后给我们剪金和药钱啊 对对对 还要陪我们药钱 小姐 我们还是陪给他们好了 我们不能关了这大众食堂啊 要不然大家不要喝西北风了 不 我要给狗包讨回公道 如果真是医了他们 传扬出去 就没有人敢再到我们食堂吃饭了 而且狗包做菜这么辛苦 我们不能让他受到误解 来 交五小姐 不要啊 狗包 我碍事的 相信我 好 我当然相信你 来 各位街坊 请看 如果我的厨师恶极未遇的话 不出十日 我也会染病 生疮犯病 如果你们的疑虑是真的话 那我就一命归心谢罪 如果不是的话 你们又如何给我一个交代呢 这有什么好交代的 没事就罢了 如果有事 你们也没什么损事 没准事吗 对啊 没什么准事嘛 尊严受创 名誉蒙脏 算不算损失 那你要怎么办嘛 很简单 我要你们向我厨师道歉 我明明在这儿吃饭的 我也是在你们这儿吃饭 才拉肚子的呀 还说没什么问题 这一定是你们食物不干净的嘛 就是 对啊 对啊 那你们凭什么一进门口 丢一口咬定 是我厨师的错呢 这个 对啊 狗包的窗长在脚上 平常穿着衣服根本看不出来 你们是凭什么怀疑到他身上来 这是庄府的家军 小司告诉我们的 对啊 对啊 小叔说的啊 是他 原来是他搞的鬼 各位 我与庄家的关系 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的 这件事 我们肯定是被诬陷的 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待小弟查明清楚 再给我一个交代 好了 我们相信 那倘若你们拥有了厨师呢 这个 这个 可不敢心事问罪 集体登门道歉 好 好 好 走走走 走走走 没问题 好了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看他怎么要弄 什么玩意儿嘛 焦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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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叫什么叫 还不赶快进去亲自道歉 他 真是慢的 赶快进去嘛 快点快点进去 焦虹小姐 焦虹小姐 你不是想着 我是他慕虚荣的人吗 还找我做什么 焦虹小姐 我绝对没有这么想 焦虹小姐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焦虹小姐 焦虹小姐 你这样叫我 什么未来要跟我拉远距离啊 焦虹 焦虹 你别生我的气嘛 谁生你的气啊 是你 是你自己叫人太伤心了 你借了绣球 又泡给别人 完全 不管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你的错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现在来陪不是 还来得及吗 焦虹 焦虹 你开门嘛 你开门嘛 焦虹 焦虹 别再生我的气了吧 你得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是大笨牛 我是呆头鹅 我 我辜负了焦虹妹妹 的一番情谊 焦虹 我没懂你的心 焦虹 对不起 别说了 焦虹 我以后 我会好好地爱惜你 绝不会让你 再受半点委屈 别说了 别说了 我都明白 什么样的日子 我都会跟着你 焦虹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得防紧一点 好 天龙 这里 这里也得防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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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松车不好啊 来来来 喝茶喝茶 来 快来 快来 好 地虎 来 米茶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焦虹小姐 焦虹跟小四他们两个来了 我等一下就照顾说的啊 你还有颜面来这里 我正要找你呢 你发什么火吗 我现在不是叫小四来道歉了吗 给焦虹小姐 一句道歉就完事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 暴及了多少人 无辜受伤都不说 不明就里的 把矛头指向我大众食堂 这笔章要怎么算 你凶什么凶啊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 焦虹小姐 这个奴才冒犯了你啊 我知道了以后啊 我也很生气 像今天啊 我把这个小子带了过来 随便你处置 随便我怎么处置 我能杀了他不成 行 要杀要嘛 随便你 公子 杀他犯法 不杀他犯重物 你说该怎么办 焦虹小姐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这可是你说的 君子一言 快马一边 好 我就把他交给受害者 看他们要怎么处置他 公公公子啊 救救小的啊 那会儿人不把小的剁了才怪呢 哎呀 你求我没有用啊 你去求求焦虹小姐 我现在全部都听他的嘛 焦虹小姐 开开恩吧 饶了小的 饶了小的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这不是小的意思啊 找了跟那伙人无冤无仇 既然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还昧着良心呢 小的也是五奴才啊 主子怎么说 我这怎么做啊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哼 公子啊 公子 帮帮忙 焦虹小姐 我看 呃 这样子好了 我把小四 带去跟那些受害人道个歉 然后呢 还大众食堂一个清白 至于那些受害人的药钱诊金呢 全部包在我庄某人身上 我一个人负责好不好 哎 那狗包受的委屈 你说该怎么办啊 是啊 闹兔人命你都有办法打发 公里你就没办法了吧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冲着我来干什么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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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小姐 你说该怎么办呢 嗯 依我看 不能够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要钱 枕金 要以十倍偿还 还有 还有 要当街张贴道歉告示 还要小四这个混蛋 给狗包跪下道歉认错 嗯 好 方语说了算数 哎 哎 哎 你干什么 哎 哎 饶了小的 你快起来啊 哎 也不饶小的 小的不敢进来 哎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事情搞清楚了 那些人用了饭闹肚子 都是这个奴才搞的鬼 是啊 要怎么办 全凭你一句 哎 爷是饶小的 小的给你磕头 请开问 哎 事情过了就算了 你快起来啊 哎 事情查清楚 没有妨害到我们食堂的生意 这就好了 我不要紧啊 你这样弄得我好不习惯啊 你快起来 来 起来 起来 虽然是我没读过书 可是我也知道 连飞圣贤 熟能无过的道理啊 小兄弟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日后 有空的话 欢迎你常来我们食堂吃饭 哎 一定的一定的 哎 谢谢老哥 谢谢老哥 那好吧 没事了 咱们出去吧 嗯 便宜他了啊 哎 都是你的 走啦 哎 谢谢老哥 谢谢老哥 没事了 没事了 对不起啊 谢谢庄公子 好好好 对不起 谢谢庄公子 对不起 谢谢庄公子 对不起 谢谢啊 拿去拿去拿去 好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嘿嘿嘿嘿嘿 好了 大公告辰了 好了 哎 应该爬不进来了吧 哎 不会有问题的 哎 老弟啊 哎 这个下药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干嘛还要弄这个竹篱呢 忙谁啊 焦红信他 我可没有那么上 这个兄弟别人不知道 我可了解得很 你以为他真的是来道歉的 他想借此来博取美人的欢心 美人心 美人心 谁啊 焦红啊 哎 那焦公子 不是 庄公子还没死心啊 他不晓得你跟焦红小姐的事啊 他晓得又怎么样 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这不行 好不容易走了一个金公子 现在又来给庄桂祥 哎呦 老弟啊 你这个婚姻路上 有太多的绊脚石了 我就把你拿掉 哎 天龙天龙 嗯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说风就雨呢 这不过是桂祥的一番心思 焦红他不会吃他这一套的 对呀 人家焦红小姐眼高于鼎 人形聪明 怎么会去喜欢的顽固弟子 而且 我这么说你哥哥 没关系吧 没关系 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过实话实说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别人来下药了啊 我那个二娘却很难说 他最擅长赶尽杀绝 不过提放点总是没错 对 还是提放点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